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 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呢 其实是大概是五个诗篇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一个章节就像是一篇诗一样 所以就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 所以他是在为这个犹大国的灭亡来做一个哀歌 因为这是一个哀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充满了忏悔的 因为神是,祂是喜爱这个忧伤痛苦的心 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并不轻看 所以当这个耶利米他在为犹大来做这个哀歌的时候呢 他也同时在为神,在跟神来求他们,求神来赦免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也可以当作个历史书来念台 来看当时犹大国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利米在描写当时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他们的这个地,他们的这个国度分裂,然后被他们敌人所占领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这本书他也是完成了这个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在说当他的人变得不忠实的时候呢 他们神会怎么做呢 在第二章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有提到这件事情 第二章第十七节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七节 主成就了他所命定的,应验他古时所命定的 他倾覆了并不不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 当你在摩西的时代呢,神就有精心跟他们预言了,如果这些人对他不忠实的话,他会怎么做 所以我们看生命纪第28章 我们来看几个经节,那这个经节就显示说,当神的子民对他不忠实的时候,神会怎么做 神明第28章 在36节 主必将你和你所立的往里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 到那里你必侍奉木头和石头的神 我们可以读书45-47 从45节到47节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 赶上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主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利利 这些咒诅必在你,看你的后裔身上成为一击其事,直到永远 我们可以读书45-57 这一切咒诅必须 这一切咒诅必须 我们看六十三节 先前主怎么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所要进去的地上必被拔除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预言,是在预言,在这个事情时期发生,很久之前就做的预言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可以,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的儿女的前头都在他的手上 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西元前五百八十七年,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在把这个王国 他攻陷了这个王国 所以他有这个三年的围城的这个状况 所以当时有很大很严重的旱灾还有饥荒,所以人们就开始吃他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把这个圣殿也烧毁了 他也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些建筑物都,在王国中的建筑物都烧毁了 我们来看历代至上 历代至下第六章 我 suppose we can read from verse 15 to 21 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从十五节到十一节 The Lord of the wise, the treasures of the Lord, the treasures of the King, and of his leaders, all these he took to Babylon. Then they burned the house of God, broke down the wall of Jerusalem, burned all its palaces with fire, destroyed all its precious possessions. and those who escaped from the sword he carried away to Babylon where they became servants to him and his sons until the rule of the kingdom of Persia to fulfill the word of the Lord by the mouth of Jeremiah until the land had enjoyed her Sabbath as long as she lay desolate she kept Sabbath to fulfill 70 years so we see here how the prophecy was fulfilled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Judah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这个有关于犹大国的预言 是怎么样应验的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耶利米先知来写这个哀歌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细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神把这个平安 跟他的慈爱都移开了 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节 第一节 主和庆发怒 使黑云遮蔽西安城 他将以色列的华美 从天扔在地上 在他发怒的日子 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 第二节 主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 并不顾习 他发怒 请付犹大明的保障 使正保障 摊倒在地 他入没这国 和其中的首领 我们知道神的同在 可以为我们带来平安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得到一点喜乐的话 这个喜乐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很 我们并不珍惜这件事情 直到我们已经失去这些平安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 在神将他的右手收回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经历这些艰苦的事情 我们可能在现代生活 很难想象说 就是被围成的时候 感觉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我们在三年之内 都不能去某些地方 也没有食物可以被遇到沉重 所以当时的这个气氛 一定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们就不再感觉到喜乐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战乱的话 这个生活是很不好的 我们除非是经过艰苦的人 才能感受到这些事情 当你在艰苦当中的时候 你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要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很像这个乌云来遮蔽我们一样 所以在第一节神这边提到 用这个乌云遮蔽来形容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一早起来 就是有乌云在我们头上 就很像是 这是象征的一个心情很不好的状况 所以耶利米先知在这边 就是提到的是神把这个喜乐跟这个平安都拿走了 我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将我们从这个世上分别出来 让我们在祂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用经历到这个世界上面的艰苦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三十六节 33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胜了这世界 我们知道神将他的右手移开了 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对他不忠实 我们知道他会接触到这些很痛苦的事情 是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实 所以这些事情同样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不再对神忠实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教会 或者是我们的圣灵离开我们的话 我们也有可能会遭遇到这些困苦的打击 如果我们离开教会 或者是我们圣灵不再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些平安跟祈乐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神的保护 我们看耶利米埃哥第二章 所以第三节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让不再保护这些以色列人 他说 他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 在敌人面前收回右手 他向火焰似围吞灭将亚克烧毁 我们有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受到神怎么样的保护 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可能觉得事情不大顺利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事情会更加艰难 如果神没有与我们同在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外邦人 他们如果没有神可以与他们同在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当神把他的右手收回的时候 这些以色列人就受了很大的苦 在耶利亚哥提到比这个神收回右手 保护他们还要更糟的一件事情 是神其实是变成他们的敌人了 在第四节第五节提到 他张公好像仇敌 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 将越人眼目地进行杀戮 在习安百姓的帐篷中 到处他愤怒像火一样 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 和习安一切的宫殿 拆毁百姓的保障 在犹大名中加增悲伤哭嚎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人是我们敌人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逃离这个敌人的面前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是比我们敌人还要更强壮 如果有一天神变成我们敌人的话 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所以这个诗篇有提到在139篇有提到这件事情 诗篇139篇第七节 诗篇139篇第七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念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他你也在那里 如果我们已经变成神的敌人的话 我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因为当我们如果跟人家有了麻烦 或是很痛苦的状况中 我们是可以干神呼求的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实 所以神已经变成以色列人的敌人 神也提到说要把这个安息日跟这些节旗 都把他们都拿走 在耶利明哀歌第二章 第六节 他抢取自己的账目好像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去会之处 主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 又在怒气的愤恨中 藐视君王和祭司 所以这些圣洁和安息 本来是在神 是让大家都很喜乐的时候 所以神把这些东西都移开了以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经历这些喜乐了 我们来看荷西安书第二章 荷西安书第二章 第十一节 我也必使他的宴乐 节旗 月朔 安息日 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指使了 有的时候我们忘记 安息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就来聚会 然后就回家 好像只是一个习惯而已 我们并没有来了解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在一切世上的劳苦当中 他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来休息 来敬拜他 如果我们没有安息的话 好像我们一个礼拜当中 没有时间可以来休息一下 我们可能会一直觉得 我们一直在忙碌 没有办法在心理上得到安息 当然也不是只有在家里休息 在属灵上的意义是 就是我们要实际上放下 适当的事情来 真的找一天来敬拜神 我们就是与神来团契 能够在他当中享有安息 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们没有来聚会 所以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 我们的心里已经干涸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再拥有安息日的话 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安息日的喜乐 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被尼布甲尼斯王在围住的时候呢 他做经历的事情 我们来看耶利米哀哥第二章 第七节这边提到神把自己的祭坛丢弃了 第七节主丢弃自己的祭坛 增恶自己的圣索 将宫殿的墙园交付仇敌 他们在主中的殿凶壤 像在盛会之日一样 所以如果他丢替了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呢 就是代表他整个就已经 就是在世俗当中了 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呢 是在他的家里面来敬拜他 来学习他的道理 所以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呢 我们就很容易就被蒙骗了 我们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可以学习神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懂神的道理的话 我们会一直在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以赛亚书第二章 第三节 第三节 所以如果我们丢替了神的家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来学习神的道理的地方 我们也失去了走在主路上的体会 除了将他的圣索丢替之外呢 神也说他要把这个准神也收回了 我们来看第九节 我们来看第九节 这就像是在阿摩斯书当中所提到的 所以他们说当时就是神会安静下来 不再与他们说话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第八章 第十一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 第十一到十二节 十一节 主说日子将到 我将命饥饿将在地上 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 干涸并非因为无水 乃是因为不听主的话 他们必漂流从这地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 寻求主的话却寻不着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 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就像失明一样 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很软弱 我们可能就会跟这些世上的人一样 在找一个要怎么样过生活的方法 我们可能会跟这些社群网路一样 大家常常会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生活应该要怎么过呢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在 有很多流行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 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跟随潮流了 所以神的话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要来过这个生活 所以这个耶利米亚哥提到 神就是把他的手收回了 然后把他这个门摔都毁坏了 也没有律法 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神不再与我们讲话了 当然我们如果能够跟神能够有所沟通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与神沟通 我们可能读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感觉到很满意了 就已经没有再求进步了 当然我们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每天提醒自己要看神的话 因为这在心理上对我们是好的 但对我们整个人的身心都是好的 他也可以让我们能够不要被这个事业上面的事情有讲到忧愁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 因为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生活没有失去的重心 没有意义了 所以当这个神被倾倒的时候呢 神就不再跟他们说话 回到耶利米哀哥 所以神又提到说要把他们这个食物都拿走了 因为神不再给他们食物 所以他们就遭遇了饥荒 这个骨啊酒啊这件事情提到的都是很重要的两个 我们要生存的两个要素 所以在肉体上面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肚子得到饱足 在灵性上面呢 就是我们的灵性也要得到饱足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将这个骨啊酒都拿走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要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了 所以在耶利米哀哥第二章有提到说 他们因为没有真的食物可以吃 所以他们真的在吃人肉了 我们来看11节跟12节 11节我眼中流泪以至失明 我的心肠扰乱 肝肠独立 因为我种民遭毁坏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婚 12节当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婚 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这样丧命 对母亲说苦酒在哪里呢 在20节 所以这个先知就向神呼求了 他在描述街上的状况是什么样呢 主啊 求你观看见你像神这样行 妇人岂可知自己所生育 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 祭司和先知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不再向他的儿女来提供食物的时候 很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在说主导文的时候 所以主导文里面我们有提到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所以这边有提到是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灵性上面 都能够被神所喂养保持 这也是提到在灵性和肉体上面 食物如果短缺的话也是不好的 回到耶利米哀哥 我们也看到神将他的右手离开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所以他们发现他们是被杀戮的一群 21到22节 My virgins and my young men have fallen by the sword You have slain them in the day of your anger You have slaughtered and not pitied You have invited as to a feast day The terrorists that surround me In the day of the Lord's anger There was no refuge or survivor Those whom I have born and brought up My enemies have destroyed 21节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 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 你发露了日子杀死他们 你杀了并不顾惜 22节 你招聚四周惊吓我的 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 主发露的日子无人熬脱 无人沉流 我所摇弄所养育的阴海仇敌 都杀尽了 所以在这张宗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被围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他们也接受到很多的受苦 但是神对他们还是有慈爱 祂在提醒他们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因为祂会这样做 是因为祂希望人可以学到 然后就可以回转向祂 所以14节提到 为什么这些事情 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耶利米2章14节 14节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遗像 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 使你被里归回 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 和使你被赶出本城的缘故 所以这些人 他们在讲异象的人 必须要是讲真的异象 然后这些人 必须要听从祂 而且回转向神 因为当时 这些祭司都在鼓励他们 向假神来敬拜 所以他们 这些祭司会说 他们的行为是好的 或者他们也不会责备 他们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当时 神发怒的时候 他们就是没有回转向神了 当然这一章有提到 这个神的华美 因为这边还是有提到 为这个受苦的祷告 我们可以看 看十九节 他说 祷告 所以神的华美呢 就是他永远对我们是有慈爱的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受苦了七十年 但是因为神的慈爱的缘故 他们最后还是回转向神了 因为他们回转向神 这是我从耶利米 的攻击 但是我们在灵性上的确是被我们的敌人所围困的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神 他希望我们不相信神 他希望我们不跟从神的话 他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神的家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话 我们也有可能会接受到 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后果 心上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回转向他 就像是 这个狗回到他们的家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二章22节 其实 let's look at maybe verse 20 to 22 第20节到22节 For if after they have escaped the pollution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the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they are again entangled in them and overcome the latter end is worse for them than the beginning for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them not to have know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than having known it to turn from the holy commandment deliver to them but it has happened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true proverb a dog returns to his own vomit and a sow having washed to her wallowing in the mire 二十节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陌后的景况 就比先前一份不好了 二十一节 他们晓得夜路径 被弃传给他们的圣意 圣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二十二节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猪喜劲 又回到你里去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所以这边的例子 就是告诉我们 要回到神的话当中 然后能够对神忠实 我们想要提出来讨论呢 那我们就奉出圣灵祷告